海贼王,强力把霸王色究极进化霸王缠绕。 从最新海贼王一千零石化的情报中,北田老师再次为陆飞开挂,陆飞在与凯多的对决中,令悟心技能霸王色缠绕,这个技能也是为后面陆飞击败凯多做了铺垫。 开挂也宣告要落幕了。众所周知,霸气有三种,魂色霸气,武装色霸气,霸王色霸气。 前两种的拥有多比较多,也比较常见,能熟悉使用这两种霸气的也比较多,可以说已经满大街都会了。 而霸气霸王色的人目前美田老师给我的透露出来的人物还不是很多,陆飞也是在雷厉的教导下慢慢领悟的霸气。 但之前也只是用来清理一击小鱼小虾而已,并没有发挥大使用。 北田老师作品中对霸王色霸气的描述相对其他两种纹色霸气,武装色霸气描述比较少,这也是很多人将霸王色霸气视为积累的原因。 在一千零十话情报中,凯多使用他那根又粗又大的狼牙棒锤支锤露飞,露飞在被狠狠锤爆之后终于领悟到其中的诀窍,露飞质问凯多被你的根棒棒锤过之后,我知道了。 是不是霸王色也能可以缠绕? 凯多则是回答只有屈致可数的强者才可以,可想而知,这个使用方法并不是随便就能学会的,能实现霸王色缠绕的人,却是百里挑一。 而凯多揍露飞飞的时候一直都在使用霸王色霸气,不过这是霸王色霸气的高级用法,他并没有简单的释放霸王色霸气,而是将霸王色霸气释放出来之后缠绕在狼牙棒之上。 就如同索罗把武装使用在刀上面一样,随后使用狼牙棒攻击霸飞,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攻击力。 在新的剧情中,贝田老师不仅帮助霸飞开挂,同时锁龙好像也有霸王色霸气。 锁龙使出的招式名叫鬼气,九刀流,阿修罗。 锁龙这样说过我现在开始用的招式是我的极限,这些全部都是锁龙的大招,可能锁龙早就领悟了霸王色霸气的究极用法,所以前面才惊吓了凯多和大妈的合体技能。 因为锁龙最常使用的霸气就是武装色缠绕在他的刀上。 虽然说霸王色缠绕的难度显然是巨大的,但是韦田老师为了让霸飞和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前进,必须给他们升级,搭新技能。 蝉绕霸王色霸气如同史家Buff一般,呈现出来的效果应该比武装色霸气更高,估计还能附加高强度的眩晕效果,也是很让人期待的。 北田如今明显是有意要慢慢让粉丝们了解霸王色霸气的地位,高喊口号霸王色霸气最牛逼这么多年。 这个时候才让霸王色的威力展现出来了。 接下来霸飞应该会使用霸王色缠绕这个新Buff加强自己的拳头,一拳奏飞凯多。 一步一步走向海贼王宝座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谢谢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